终于不用再被口罩闷住 南韩室内口罩令1月30号解禁 不过看看车站里 根据规定在车站后车室可以免戴口罩 但韩联社记者实际来到福山车站 还是有不少人口罩戴金金 南韩口罩规定并非完全解除 搭乘大众运输系统还是得戴上口罩 新智上路第一天 不少民众还是搞不清楚 特定场所不小心忘了戴上口罩 孔驰上相当台币250元的罚款 但养老院、白货、公司、学校都已经解禁 南韩最新日确诊数 降到7400多例 是去年7月以来最低记录 为防疫打上墙心针 不过春节廉假后 回到校园家长也担心 大型补习班不敢跟进开放免戴口罩 就怕学生间扩大传染 对此家长和学生无所适从 恐让防疫变得更加困难 TVBS新闻中不得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